香港小姐比赛圆满落幕 以前最新一届的港姐终于千呼万唤选出来啊 昨天四位得奖家里也齐齐在媒体前亮了相 当然最受瞩目的一定是冠军麦明师啦 不过还是印了那句老话呀 人红是非多呀 麦明师就给翻出学生时期的照片 而对比现在的样子 她当年满脸青春痘 而且脸是胖胖的 连小姑也觉得和如今贵为港姐的身份不符啊 难道应真的是整容啦 我觉得我出来选上个小姐 已经有心理准备会有一些人 会批判我或者是质疑我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而且我自己知道自己没有整容 其实儿时跟现在有一点变化是一定有的 每一个人都有 所以我不会太受影响 您这话小姑倒也是认同啊 而能够在百花丛中一举多魁 也不是单单靠脸蛋漂亮就能行的不是 要想得到评审和观众的一致认可 还得有真才实学才行 众所周知啊 她是一名学霸 香港会考石油高材生 剑桥法律系毕业 从小学芭蕾舞 而且声乐达八级 是真正的能歌上舞 智慧与美貌并重 人家理想可不仅仅是当港姐这么简单 麦明师的宏伟计划 是要成为香港的女特首 说到这儿呢 小姑都有点不矜持了呀 咱还是聊点接地气的事儿吧 咱再说说亚军庞卓星 和季军郭家文的目标 就相当的顺利成章了 当然是在娱乐圈大战拳脚啦 对啊 刚才我们有跟公司说过 最近有一个 四个小生去旅行的节目 然后我们就想 我们有四个得奖的接力 然后可能可以一起派 四个小姐去旅行 对啊 然后我们四个也很喜欢吃的 所以如果可以 派一些吃的节目 也会很开心 又不全一乐 希望几年后还能再见到你 香港报道 香港小姐比赛圆满落幕 以前最新一届的港节 终于千呼万唤选出来呀 昨天四位得奖嘉丽 也齐齐在媒体前亮了相 当然最受瞩目的 一定是冠军麦明师啦 不过还是英文那句老话呀 人红是非多呀 麦明师就被翻出 学生时期的照片 而对比现在的样子 他当年满脸青春痘 而且脸是胖胖的 人小夫也觉得 和如今贵为港姐的身份不符啊 难道英真的是整容啦 我觉得我出来选三个小姐已经有心准备 会有一些人会批判我或者是质疑我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而且我自己知道自己没有整容 其实儿时跟现在有一点变化是一定有的 每一个人都有 所以我不会太受影响 您这话小哭倒也是认同啊 而能够在百花丛中一举多魁 也不是单单靠脸蛋漂亮就能行的不是 要想得到评审和观众的一致认可 还得有真才实学才行 众所周知啊 他是一名学霸 香港会考石油高材生 剑桥法律系毕业 从小学芭蕾舞 而且声乐达八级 是真正的能歌上舞 智慧与美貌并重 人家理想可不仅仅是当港姐这么简单 买名师的宏伟计划是要成为香港的女特首 说到这儿呢 小姑都有点不矜持了呀 咱还是聊点接地气的事儿吧 咱再说说亚军庞卓星和季军郭家文的目标 就相当的顺利成章了 当然是在娱乐圈大战拳脚啦 对啊 刚才我们有跟公司说过 最近有一个四个小生去旅行的节目 然后我们就想 我们有四个得奖的接力 然后可能可以一起拍四个小姐去旅行 对啊 然后我们四个也很喜欢吃的 所以如果可以拍一些吃的节目也会很开心 又不全一乐 希望几年后还能再见到你 香港莫道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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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